接下来是新北瑞芳区四角亭大浦路顶浦向一带 因为排水系统不良 导致现在只要逢好大雨就会有积淹水的情况发生 会堪改善却没有下文 现在防汛期又到了 里长谢永昌也请全责单位加快脚步处理 这两年每逢防汛期四角亭大浦路顶浦向一带 因为地处低洼加上排水系统不良 已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积淹水情形 甚至还腌制成人腰部的高度 曾有车辆因此动弹不得 顶浦向就是要通往我们吉庆里瑞竹路 在这个铁路的寒洞底下这边 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 那每次就只要遇到那个豪大雨 它都会有那个积淹水淹水的情形 当地里长谢永昌说 因为顶浦向的排水沟盖 现在是老旧型 洞口非常小加上地势低洼 只要一有强降雨 雨水悬泉不及就容易发生积淹水 那后来还是有几次的豪大雨 一样都是有在103年的时候 也有淹水的情形 那我们已经就是在上次淹水的时候 就有已经会看过好几次 那也是在公所这边 也是有提出一个改善的计划 虽然之前有会看过 但可能是因为经费短缺的问题 所以迟迟无法将排水系统改善 但现在又正值防汛期 会不会又淹水令人担忧 那现在可能是因为经费的关系 因为现在整个那个梅雨季又到了 那接下来又是台风的一个防汛期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尽快的来做一个改善 希望把这个美风豪大雨 都淹水的一个地方 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改善 现在防汛期到来 丁浦向的排水改善可不容缓 地方也期待相关单位加快脚步 否则现在雨量不容忽视 恰似会不会再淹水 谁也说不准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